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哎哎你是那个讲咖啡的 那刚刚又听到主持人也这样介绍我 我才发现原来真的咖啡变成我的招牌了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今天就不免俗的我们的开场介绍 就先移我们的爱多美阿拉比卡黑咖啡 那这个阿拉比卡黑咖啡可以冲泡很多种变幻的口味 那大家耳熟能详曾经听过我讲的这个黑矿冰茶的故事由来吗 那黑矿冰茶要怎么调制呢 其实很简单 各位你去市面上去买一杯500cc的半糖冰红茶 然后将一包黑咖啡用热水溶解 加入这个红茶里面就是非常好喝的黑矿冰茶 如果你把红茶用冬瓜茶来替代 它就是风味绝佳的黑矿冬瓜 那这两种泡法很简单 还有一种也蛮简单的 大家还记得五苗拿铁吗 取谐音五苗拿铁是我取的嘛 那是因为它的谐音是五秒钟腰拿铁给大家喝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来 我们去超商买一瓶冰纤奶 然后原汁原味的阿拉比卡黑咖啡倒进去 然后呢五秒钟我们来练练一下手臂 来五秒钟 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 哇跟星巴克一样好喝的拿铁产生了哦 大家想不想喝 我要留给我对面的摄影师 希望他等一下帮我拍美一点好不好 好那么呢今天我们再来示范一个进阶版的叫做维也纳咖啡 那想必大家曾经去餐厅有点过这个维也纳咖啡 一般都是做热的嘛 但是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做一个改良 我们来做一个冰火维也纳 那怎么制作呢 来首先你可以去买这个蔗糖 我们加入蔗糖 那蔗糖你可以去买一些比较有点颗粒的蔗糖 那加几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甜 好那第一层我们放入的是蔗糖 好的 那么再来第二个直接就上我们的主角阿拉比卡黑咖啡 好 再来这是我们的热开水 窗泡咖啡 哇香味已经出来了耶 现场的有闻到吗 好香喔 真的喔 然后呢我要加入冰块因为冰火嘛 那这个冰块是我在家里先做好的 它是用黑咖啡做的冰砖 那如果呢 你们在家里当然用一般的冰块也是可以啦 来好这两块 它在游泳好不管它 那我们还要再加这个奶泡 有时候去吃松饼啊 去吃什么冰淇淋之类的都很爱这个 现场来点叫声吧 有没有超级 超级疗愈的感觉还没有结束哦 再给你们一点色彩缤纷的童年好不好 好 来哇哦 现场真的惊呼声连连 哇哦 我发现我们的工作人员智商好像不是很高 啊没有 太高了 好那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冰火维也纳 如果你们喜欢嘴巴白泡泡的就可以直接饮用 那如果想优雅一点的 你们就将吸管呢直接插进去 那我建议是你直接插到底部呢 你就可以第一口就能够喝到还尚未溶解的蔗汤 沙沙甜甜的然后中间就是阿拉比卡纯正的香浓的味道 在上面呢就是奶泡甜甜蜜蜜有恋爱的感觉哦 好那这一个多层次的口感是不是很棒 好 OK那么还没有结束哦 我们今天还要再示范另外一种饮品 那这种饮品 是我用我们爱多美的两种很招牌的营养食品 好来做这个饮品那为什么特别要介绍这两样营养食品 这个是维他命C这个是螺旋掌这两样营养食品啊 其实是全人类全年龄都非常需要的 这个这个维他命C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了 每一个人都知道维他命C应该是就是我们人体必要的营养素 只是说呢维他命C它不能靠自体形成 必须用外来补充那外来额外补充我们都是吃什么水果蔬菜 可是呢现在因为土壤贫瘠或者是因为烹调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这个这个保存不容易 所以维他命C就流失很多 因此呢大家其实都有个观念知道啊 要靠这个浓缩的萃取的维他命C来补充 那刚刚介绍这是全年龄的 我今天就想把焦点放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 因为我们家除了一个国三生还有一个小三生 那这个小小孩常常呢就是免疫力比较低嘛 那很容易呢换季的时候就会流点小鼻水 轻微的小鼻水 那现在的父母啊也都观念越来越不一样 他们知道说如果只是感冒初期轻微的话 通常不见得一定要往诊所里面送去吃西药啦 去打针啦 所以有一点点小流鼻水的时候 都会请他的小朋友先吃一点维他命C 多喝开水多休息 那国外也是这样子在处理感冒的 所以呢家里如果有小孩子的话 维他命C是必备品 那么第二个要介绍螺旋枣 为什么这么重要 螺旋枣它也是全年龄很适合的 螺旋枣本身它含量有60%的优质蛋白 那我们都知道小孩子 如果你都只给他吃布丁啊 吃甜点这一些 他有了热量但是他的营养不是很均衡 那小孩子其实需要的是优质蛋白这个营养来让我们的肌肉好壮壮 那这个螺旋枣它很符合给孩子提供很好的营养 那再来螺旋枣其实它是被NASA来当作太空食物来使用的 那为什么螺旋枣可以这样子呢 因为太空食物其实它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呢它就必须要体积轻巧 然后它要非常的好保存 再来它必须干净卫生 第二个呢它必须要拥有全方位的均衡营养 再来第三个它必须要有95%的高吸收率 那螺旋枣它本身是古老的一个单细胞枣 细胞壁很薄 所以它本身的消化吸收率就是非常的高 那因此它有这么多的营养的话 我们的小孩子啦老人家 比我们一般的中壮年 这个肠胃的吸收都比较不好 所以他们是很需要用这个来补充营养 那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也要把这个螺旋枣当作呢 救援饥饿儿童的最快补给营养的食品 所以这样一听起来我们就知道 哇小孩子啊是最快的补充营养 可以使用这个螺旋枣 所以呢这两样东西是小孩子 那个营养品的首选啊 那我们大人可能可以吃洋剂吃很多的 可是小孩子其实不用给他那么多营养品 可是这两样我推荐啊 家里其实要必备 很多的小孩子因为味觉比较敏感 所以呢有的喜欢可以接受 但是有些小孩子呢就觉得 维他命C酸酸的不喜欢 螺旋枣有点海藻味不喜欢 这时候妈妈你不要太伤脑筋没有关系 我们用一点小技巧来泡一个小孩子都很喜欢的饮品 那你们想不想学 想学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我都喜欢拿玻璃杯啦 这样泡起来会比较漂亮 那么呢我们先加入 小孩子都最喜欢的蜂蜜 这样够不够 要不要多一点 多一点好吗 哦好我们摄影师蒙点头 他爱吃甜的啊 好 加了蜂蜜之后 第二个步骤来 请加入我们的维他命C 好 其实我们的制品都非常的简单 这时候我们要加的就是冷水 不要加热水哦 会破坏维他命C哦 好 再来先不急着搅拌 我们还有一个步骤 因为螺旋枣也是需要我们的 我们需要的营养嘛 好 好 直接将螺旋枣打开 好 这时候先不要搅拌哦 来请各位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轻轻的摇这个杯子 大家有没有发现开始 有一点中国山水那个泼墨化 开始慢慢在渲染了 有没有多层次 那这时候 这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它有一种呢 恋爱时酸酸甜甜的滋味 有点浪漫的感觉 所以你知道吗 我的饮品 一定会给它取个名字 那这个不免输 我把这一杯啊 叫做初恋的滋味 为什么初恋的滋味 这么适合小朋友呢 因为我们小朋友天真无邪 那是不是每样东西都是初体验 所以呢 这个酸酸甜甜最适合 这个天真无邪初恋的滋味 那至于我们呢 你看看我们的脸 我们已经不是初恋了 我们其实是初老 OK 那这一杯慢慢的 那小朋友呢 如果在你面前 你就这样子泡给它 它每天盯着这个看看 它就会觉得说 哇 这一杯还有魔幻的感觉 因此它就会 非常的喜欢喝这个 所以它常常会追着你主动 要妈妈泡给它喝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 小孩子不喜欢吃 维他命C螺旋杂的困扰了 好 那么饮品我们介绍到这边 我先把东西往旁边放 因为等一下 我们还有别的商品要介绍 那么介绍完这些喝的东西 我就想到要介绍吃的 那吃的 我想跟各位介绍的是 我们的316不锈钢炒锅 这个锅子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是有一个蒸笼 然后这个锅子 32公分的直径 对于你的家庭 如果是一家四口 或者是三口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 它的容量大小刚好适合 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 那我看到这个锅子 就想到上个月 我们的Steven 他用这个锅子煮了 四包的马铃薯拉面 那马铃薯拉面 它里面就加了 这个肉啦 蛋啦 菜啦 还有起司 煮起来真的 哇 所有人看到 其实都好想跑来 跟他一起吃 那他那时候是煮了四包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这一个锅子啊 这样子最多是可以煮到六包 那六包的马铃薯拉面 其实是可以给六到八个人吃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的一包马铃薯拉面 有五颗马铃薯制成的 所以饱足感是非常够的 如果一个大男孩 去吃一包的量是够的 那女生呢 有时候一包会吃不完 所以我们如果煮了六包 有时候大概八个人吃都可以 那我本身也是马铃薯拉面 很喜欢的爱好者啦 那你们猜我的食量有多少 一包吗 不是 是一直吃 那开玩笑的 一直吃不是讲我啦 应该是Steven才会一直吃啦 好啦 那我们回归主题 来介绍这个三一六炒锅 我都像我这个没有厨艺的人 我都怎么样的使用三一六炒锅 那你看这个里面 我是都会使用它 同时间25分钟就能做好 三菜一汤哦 怎么做呢 就是这个本身就可以当汤锅用 所以呢 不论你想要吃蔬菜汤啦 海鲜汤啦 鸡肉汤啦 排骨汤啦 你就把你的食材都设置好 放在这里面像煮汤的方式 那这个蒸笼呢 我会选择大概三样菜 是可以用蒸的方式做的 例如说蒸蛋 蒸蛤蟆 三层肉啦 虾子啦 鱼啦 蒸瓜子肉都可以 那你就是 如果你们家人口是三人四人的话 那当然盘子小一点 这三样菜是都摆得进去 那如果说鱼或者三层肉 没有装盘子也没关系 我们直接放在蒸笼上面 这是不是有一个一个洞 那所以呢 这个原汁原味啊 肉汁啦 鱼汁啊 它会滴到下面的汤锅里面 是不是也非常的营养 都没有流失 那么这一些东西 三菜一汤都设置好了之后呢 你就把锅盖盖上 拿瓦斯炉开火 25分钟三菜一汤 就会同时完成 那有了三菜一汤 少了什么 少了白饭啊 对不对 那白饭我都怎么做呢 你知道吗 白饭我也用我们的三一六锅具来做 来我带来了这个三一六的 2.2公升的汤锅 那我用这个汤锅做什么呢 我用锅子来煮饭呢 我们的瓦斯炉有两炉嘛 一炉既然已经三菜一汤 一个锅子就够了 那另外一炉呢 我们就来煮饭了 那锅子怎么煮饭呢 我们一样的米呢 加水浸泡10分钟以后呢 再来用一碗米加1.1倍的水 加在一起之后 放到锅子里面盖锅盖 那瓦斯炉呢 你把火打开 差不多中大火 让它的火不要超出锅源 那这时候开中大火的时候 请你不要离开 你固在锅子的旁边 因为它很快就会煮沸 煮沸这个水会从旁边先冒一点点汁出来 这时候你就要赶快把它关成小火 煮个10分钟之后 再焖个10分钟 那这个白饭就好了 所以就会跟旁边那一炉的三菜 三菜一汤的这个一起煮好 对不对 那为了告诉大家说 我们真的有煮饭 好 我也是会煮饭的 那对了 还有跟各位讲 我常常在网络上看到 有人在讲锅子什么煮饭 很多人都说 用锅子煮饭都会有锅巴 然后会烧焦的味道 锅子刮不干净 然后甚至有人说 不锈钢锅绝对是没有办法煮饭的 因为每次都是锅巴 可是在爱多美 这一些事都不存在 来看看我们的饭 没有烧焦吧 而且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饭很漂亮 中间有动动动动动 跟各位讲 这些动动 其实人家说 有产生这些缝细的饭 煮起来是最好吃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它有没有粘锅好不好 来我们来用这个汤匙挖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等一下这一锅的白饭 全部都可以刮得干干净净都不会粘锅 也没有烧焦没有锅巴 给我们很棒的锅子 来个掌声鼓励 太棒了 好 那么做完家事煮完饭之后呢 觉得应该要护理一下我们的双手了啦 那我要跟各位来介绍我们爱多美的护手霜 那因为最近疫情 我昨天才看新闻 说大概有30%的病患 皮肤炎的求诊病患多了30%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最近疫情期间 大家是不是常常用洗手啦 常常喷这个消毒液 所以我们的皮肤真的是都受损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来介绍护手霜给各位应该是很实用的 那爱多美的护手霜 它总共有四种的味道 四种的颜色 那我常常 之前有听到很多女性会友朋友都会 一条一条的跟人家分购 那我是不建议啦 因为我们的护手霜其实非常的便宜 四条总共才480元 我们可以一次好好的拥有四条 因为你如果一条一条跟人家分购 因为可能要同一个颜色 可能会吵架打起来也不太好嘛 那所以呢 我们拥有了四条 为什么要拥有四条 因为其实它的功能不是全部相同的 像前面的这两款粉红色加蓝色的 它是保湿的作用 后面柠檬加这个黄色的 它是抗皱抚平细纹的功用 所以我的用法都会呢 两支一起用 我会先擦了保湿之后 那第二款我就会选择 另外这后面两种 我会选择可能是绿色的 然后擦完了之后下一次我要擦 我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搭配 好那么这个我们的包装 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可能买过别牌的护手商的包装 是铝管制的 那铝管制的挤一挤 它就很容易皱皱扁扁 旁边就破口 破口了之后 我们女生放在包包里面 是不是就爆浆 很难处理很糟糕 可是你看我们用这种材质的包装 你整管都用完了 它还是维持得这么新 这么亮丽耶 那还有啊 跟各位分享哦 我后来发现我们这个 我们挤出来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开口 蛮小的 所以挤出来的量非常的优雅 它都不会过多 我其实曾经使用过 朋友有分享别牌 说给我擦 那个一挤出来整个 整个开口太大 整个爆出来 完全油油腻腻的 那除了讲这个包装 那到底它好不好用呢 我来这里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哦 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我们这个护手霜上面 有一个英文字 那跟各位讲 来这个 这个 这边后面这个 比较长的英文字 那告诉各位一个秘密哦 这个英文字哦 我不会念 那没有关系 不会念呢 我有去查过了 这个英文字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 不可说的秘密 那我在此先不要讲 这个英文字是什么 如果很懂英文的人 你就会了解 那不懂的 现在赶快去查询一下 总而言之 有了这个英文字 我才发现说 哦 原来其实 它对修护你的双手 是真正的很有作用的哦 举凡呢 敷过手啦 小小的隐性伤口啦 皮肤炎 你就好好地去保护它 可以做一个改善修护 那么呢 这个护手霜啊 其实是很方便 携带出去的 所以我们在分享 爱多美的时候 我建议各位 可以这个小巧的东西 可以常常放在包包里面 方便分享嘛 那我本身就会每天 我一定戴着护手霜在我的包包里面 再来呢 还有风胶小牙膏 我也会都把它戴在身上 那这两个东西 其实发生过一个故事 但是在讲这两个东西发生的故事之前呢 我想跟各位聊一下就是说 我们出去分享爱多美的时候 有时候往往听到的一些回应 是可能会让你失望 会让你觉得说 哦 我好像没有机会再跟他推荐爱多美 其实不一定啦 你不要放弃 不要那么早的灰心 我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我有一天出门去分享爱多美 我跟他谈的时候 这个对方啊 就马上跟我讲说 哦 这些产品我朋友有在经营 他都送给我用过了 很好用我知道 那我想说 哦 没关系 反正既然都开口分享了 继续聊嘛 那因为我们跟人家 讲话是不是都看着对方 那时候我想要插插护手霜 想说那也礼貌性顺便要分享给他 那我就是看着他 跟他讲话 手呢 往皮包里面要拿护手霜 结果那天手感不太好 我拿到了蜂胶小牙膏 那我拿出来之后 我又直觉性地递到他的面前说 哎 我们的护手霜请你用看看 结果呢 他看了一眼小牙膏 抬头看看我说 哦 这个我知道啦 我朋友有给我用过了 是蜂蜜口味的嘛 很好用啊 那这时候我看看我们的小牙膏 又看看他说 你朋友有跟你讲 我们的护手霜用来刷牙 也很好用吗 那这个哦 你看这样子的话题 就可以继续下去了 因为这表示他 其实根本不认识 爱多美的产品嘛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护手霜 聊完了之后呢 我们正式进入到 我们来聊聊 我们的面子问题吧 那这个清洁寺建筑呢 我相信是每一个爱多美人 都是一定会介绍这一款 那为什么大家介绍了 我还是要介绍 是因为今天介绍的都是全年龄适用的 像有些女生的对话很好玩 有时候你跟对方在对话的时候 哎呀你保养得好好哦 你是怎么保养的 然后对方女生 有时候都会回你说 没有啦 我从来都不保养的啦 我皮肤一直是这样子啦 OK没有关系 如果呢 我相信他会这样讲 可是他应该不会讲说 哎呀我从来不洗脸的啦 所以呢我们的洗面乳啊 清洁系列 这也是全年龄都需要用的 那同样的呢 我们这事件组的第一罐 是卸妆乳 可是呢在介绍这个卸妆乳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再介绍两罐 我们都会化妆 有时候口红也会化得蛮红的 那这时候你如果只用这一款的卸妆乳 在脸上卸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脸 像崩坏的小丑 像那个调色盘全部口红啊 什么眼线都在脸上 那你这样子按摩你会不会担心 彩妆到底是不是一直跑进皮肤里 我就会有这样的担心啦 所以呢我一定会先用这个温和卸妆水 来把我脸上的彩妆先去除掉 那至于这一罐要怎么使用呢 这一罐其实是直立按压的 我们用我们的化妆棉来试看看 用法其实是这样子做按压 为什么要特别交代这个 你不要以为产品真的 会员买回去他都会使用 我就发生过一个例子 会员第一次买了回去 他呢用倒的倒不出来 怎么研究怎么弄到处看机关 看不出来怎么使用 结果呢他最后就把这个垫片给拔掉了 拔掉之后再倒 还是倒不出来他才告诉我说 这个东西坏掉了 怎么都没有办法倒出来 我才发现说完原来真的有些人不知道 所以呢他的用法是这样子直立放着 按压汲取就好了 这个垫片真的不要拔掉不要丢掉 因为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按压出来的 他就不会回胜回流 那所以呢我们来试看看哦 彩妆在我们的脸上 哇这个是最近好像蛮流行的叫做极致 叫做黑五式眼线笔 我买了之后很后悔 我不知道他的头这么粗 这画起来 这我不是敢使用 画起来会像什么呢 好了那我们来卸看看 什么黑五式嘛一瓶就搞定了 对不对好 那么卸妆水呢你在外出的时候为了方便 也可以带这一罐出去卸 你就不用做太多的步骤 那卸妆水介绍完了之后呢 再来介绍这一罐深层卸妆油 那很多朋友其实不喜欢用卸妆乳 会喜欢用卸妆油 也有这样子的女性朋友 对啦 那我之前也用过其他牌的卸妆油 那其他牌卸妆油有的就是 黄黄的油油的味道臭臭的 可是我们的卸妆油非常的清爽 非常的保湿温和 那挤出来里面的油啊都是透明的 那一开始呢 是你的脸要干 因为这个卸妆油如果用到了水 它就会乳化变白白的 所以刚开始呢 我们脸要维持干 几个两三下往脸上按摩之后呢 再来加水才开始乳化 那乳化为什么要乳化 好好的按摩你的鼻头 因为这个有去角质的功效 也有呢去除黑头粉刺的功效 洗完了之后再用大量的温水 把脸洗干净 就觉得非常的保湿好用 那呢我们女孩子 都会去直睫毛 美睫师都会跟你讲说 你们不能用卸妆油这一类的卸妆品 但是很神奇的耶 我们的卸妆油 当我有这个直睫毛 用这个卸妆油去卸 我们的睫毛不太会掉 所以各位可以试看看 好那这两罐讲完之后 我们才正式的要来讲我们的清洁事件组 那怎么使用呢 刚刚的第一罐呢就是 就是这个卸妆乳啦 那卸妆乳呢本身挤出来是 这样子 白色的乳状 那么呢 很多朋友啊用爱多美产品都非常的急 一下子就想要用水啊 去给她做一下那个洗脸的动作 这样子就会觉得非常的油 所以我们呢 要好好的呢 把它稍微按摩到已经出水了之后呢 才能够把这个卸妆油卸掉 那么卸妆乳卸掉 卸掉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去把我们的洗面乳呢 做一个揉搓起泡的功效 很多的会员朋友都说 这个要起泡洗面乳不太容易 那有可能是你的手上 沾了刚刚的卸妆乳没有洗干净 那你就把卸妆乳要特别洗干净之后呢 再去把这个洗面乳搓出很多的泡泡 之后呢 我们第三个步骤就是去角质凝胶 一个礼拜一次到两次就可以了 再来第四个步骤是面膜啊 可是面膜哦 是要在保养的后面哦 那我们就先来谈谈保养 那讲到保养 男生这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很无聊美女的事 因为今天要男士优先为各位男士介绍一款 最近当红榨子机每一位男生都在讨论的 男士全校精华 那这一关东西 为什么叫全校精华 因为它结合了化妆水精华 乳液乳霜 all in one都在这一罐里面 那有很多男生 没有保养其实不是他不想保养 他是根本是不会保养啊 觉得很麻烦或者是说时间很紧迫 那现在这一罐就是好消息啦 你们再也不用活得像中年大叔了 那这一罐非常的棒哦 因为男生有很多是脸部缺水 那所以会觉得比较油嘛 那这一罐呢 其实它有快速保湿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就实际来看看 它这有两个孔 那所以挤出来的 挤出来呢 是我们的 这一罐是新的吗 好好来有了出 这一罐有蓝色的就是快速保水 那么白色的这边呢 就是可以亮白 那男生你们常常如果脸上觉得比较黑 你用洗面乳不能解决你黑的 这个不能解决黑的状况的话 那表示你的黑呢 是深层的 有内涵的黑 台语来讲叫做黑丁炸 那黑丁炸的话呢 就一定要靠保养品用洗脸是没有办法的 那这一罐的保养品 它除了呢 有这个保养的功效 更赞的是呢 它可以舒缓肌肤的不适 所以可以被用来当作你刮鬍子之后的虎后霜 那再来第三个功效 它竟然还有香水的功能 哇 这一罐真的集合了 又可以做虎后霜 又可以保养又有香水功能 那它的香水的味道有分 前胃中胃后胃 那前胃中胃是给别人闻的 后胃 前胃中胃是给自己闻的 后胃给别人闻 怎么说 前胃是柑橘甜甜的果香 那男生其实成年之后压力也很大 有时候也蛮想回到小时候 所以前胃闻了就像小孩子的感觉 那中胃就觉得有点浪漫 花香要约会的感觉 后胃呢 是色香跟檀木香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走 才走出门 你这个味道是要给别人闻的 就散发一种很沉稳 很稳重的男性魅力 所以你们出门 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的好男人 所以这一罐是不是全部男生都心动 想要拥有一瓶啊 好的 那么男生介绍完了之后呢 我们呢 要进入到女生的保养 那这一组呢 经典五届组 它承袭了上一代的保养品的四种的专利 那它的设计非常的有这个时尚感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化妆水 它本身我们看一瓶就好了 你看它的设计非常的简洁 所以在韩国是得到了设计奖 好 那么第一罐用的是化妆水 第二罐呢 跟各位介绍 它用的 其实第二罐必须要用眼霜 对不起 用 好眼霜 因为那个 刚刚有人教我要那个使用王美首饰 20岁我一定要试看看 好 我们的眼霜也可以单买一瓶688元 那我们的眼霜非常的大罐 所以在民间呢 有一个封号叫做不用省眼霜 什么叫做不用省 就是因为它很大罐 所以你不一定只要插在眼睛 你要插在抬头纹啊 法令纹啊 你的脖子上面去 它都可以 那么呢 我们常常在讲说 因为爱多美的东西都很便宜又大罐 所以呢 20岁的就用两只 30岁的用三只 40岁的用四只 那80岁的怎么办 80岁的就这样子 好去用眼霜 那么呢 再来眼霜 再来精华液 化妆水 营养霜 那我们的营养霜 以往都是晚上擦嘛 可是我发现 我们这一组清爽到营养霜 白天也可以擦 那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这两罐是不是 其他的保养品 大家都分得清楚怎么用 可是这两罐 如果不太懂英文的人 往往都会有 有一个那个困扰 就是说这两罐到底怎么分辨 那很多人就会在上面用签字笔写的丑丑的 要不然就是贴标签贴中文的标签 那其实你看我们这两罐这么的有气质 不要破坏它 我们还是提升自己一下 我们来认识一下英文啦 那这个lotion是乳液嘛 那toner是化妆水 那怎么分辨呢 我们就记一个就好了 lotion乳液开头是不是L 那L呢 我们就 L L 这样子记 对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英文的每日一字 没有啦 回到爱多美的产品介绍啦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产品介绍 那我期待呢 下次与你们再见哦 拜拜 拜拜 好 我们姚力人钻石大师的产品介绍 有没有非常的精彩 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 坐在现场我也是学了不少 那我觉得啊 刚开始只有介绍她说 很会泡咖啡 很会保养 这真的是小看她了 就是应该还会就是很会煮饭 然后全能的爱多美 美丽达人 产品达人 是我们的姚力人钻石大师 那我们刚才啊 留言区的回复非常的热烈 那我们这边有提出一些问题 想要来问姚力人钻石大师 那首先谢崇利小姐有询问 爱多美的锅子 电桃炉可不可以使用 是可以使用的哦 可以使用的嘛 对不对 那另外 电桃炉是什么 电桃炉哦 因为我刚才有上网查了一下 她说就是基本上 电桃炉 基本上可以加热 就是炉子都是可以搭配使用的 因为它跟电磁炉有点不一样 就是它加热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锅子也都可以使用 是的 那另外啊 也有一些会员朋友 就是对于咖啡这一点 就是非常的有兴趣 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复习一下 饮品的配方 饮品的配方 你们想知道什么 维也纳咖啡吗 或者是 不然最简单的 我们的象星巴克的拿铁 就直接买牛奶 加入一条的阿拉比卡黑咖啡就可以啦 OK 好那后续啊 因为像我们也会把那个 今天姚力人钻石大师介绍产品的课程 我们会在编辑过后再上传 那到时候 会员可以一边做 然后一边听姚力人钻石大师的课程 然后一边再来复习的做 那另外留言区还有人提问说 女生也可以用O-in-one这一瓶吗 当然可以啊 如果你喜欢那样子的香水味 也是可以的 对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女生 你如果不保养 还不如就是用这一罐 因为有的女生也说 太多罐了我不要 味道喜欢就可以使用啦 好啊 那像因为我刚才我有看到啊 就是有些 有会员在问说 已经使用了温和卸妆水 那他还有没有需要再用 另外一款的卸妆产品 呃呦你要用深层卸妆乳哦 哦这样子两个搭配 我发音不标准了吗 两个搭配时钟才会更干净 然后后续的保养也会再更吸收 好那我们今天就真的很谢谢 我们姚力人钻石大师 来为我们带来这样精彩的课程 然后我们最后再跟他打一声招呼 谢谢 拜拜 谢谢